红蝶果然天资待世,在与亡灵的意境之战中有所感悟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朱雀山所设计的巨大阴谋 书接上回,当亡灵与红蝶的决战之日来临后 朱雀国的祭坛上人山人海,各个修真国来此的使者 纷纷在等待着一场大战 此刻红蝶已经出现在了战场中央 他低头看着右臂的空袖,眼神中露出极深的恨意 身为朱雀心的天之娇女,在遇到亡灵之前 同辈中未曾有过败己 可在仙界最虚弱之际遭到亡灵偷袭,甚至还被断掉一臂 这么多年他的修为寸不未尽,这一切都是归咎于亡灵 红蝶深知只有杀了亡灵,自己才能恢复到心 片刻过后,亡灵也从远空及时而至,降临到了亡灵的正前方 伴随着朱雀山长老的一声令下,两人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展开了激战 红蝶打定主意,绝不与亡灵纠缠,要以最快的速度杀了此人 于是他直接召唤出了血域历经五百年制作的冰神,向亡灵发起轰杀 然而亡灵无所畏惧,催动射神战车迎击向了对方的冰神巨人 而后战车中的兽魂张开血盆大口,向着冰神吞噬过去 冰神身上出现阵阵破裂,在被兽魂吞噬的部位,竟然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红蝶剑状大喝道一声,昆吉鞭,本体显现马 差那间,一把血白的鞭子出现在了冰神手中,并开始疯狂抽打在兽魂身上 由于亡灵并未掌握射神车的正确使用方法,兽魂力量遭到战车的限制 他在冰神猛力的反攻下,化为一道黑芒回到了战车中,消失不见 当然冰神经历了刚才的一番战斗,也变得虚弱不堪 下一刻亡灵祭出仙剑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势 冰神大喝一声,挥拳与亡灵的仙剑撞击在一起 结果被亡灵阵的量枪倒退,只能向着远处急速顿逃 红蝶念色阴沉,他能感到今日的决战,要比当年在仙剑时更为困难 他未曾预料到,亡灵在短短几十年里,修为尽有了如此惊人的提升 要知道当年他在仙剑追杀亡灵,对方除了逃命,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所以在红蝶眼中,亡灵根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只能算是强者的垫脚石 然而在被亡灵断掉一臂后,红蝶的道心有些崩溃,故此他为了恢复道心 不惜动用血玉国的至宝冰神,也要将亡灵置于死地 只不过所谓的冰神在射神车的抵抗下,也并未对亡灵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最终红蝶又将自己的元神一分为二,化出一个与本尊相同的分身 如果说红蝶本尊是绝情冰冷,那么分身便是无喜无悲 此刻红蝶双眼露出浓浓沙意并呵斥道 曾牛,你今日必死无疑 我不惜短时间应变无望,也是要取你性命 红蝶所使用的分身便,乃是为自己应变所准备的契机 分身体内没有任何灵力,但却蕴含了红蝶此生的天道感悟 绝情的意境在分身体内,能够做到成倍的积累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想让这分身提前出事 可现在为了击杀亡灵,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紧接着分身闪烁着七彩光芒,向着亡灵扑杀过去 亡灵目光淡然,祭出生死画卷并轻声说道 轮回之下,生死天道 即便是绝情之人,也难逃生死轮回 这世间之情,岂是说绝就绝的 随后在生死画卷中腾起两道黑白之气 形成轮回之手轰击在了红蝶分身上 红蝶的分身顿时将注,苦笑着说道 我若是能够达到应变 生死轮回也要暗含绝情,否则这轮回便不再是轮回 话音刚落,红蝶的分身缓缓散开,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至于红蝶本尊元神兽窗 但双眼中的恨意却被一丝名物所代替 而王林同样面色苍白 这样的异境之战,看似平和,实则最为凶险 若非是他达到化神中期后,生死异境的感悟加深 或许在刚才的对拼中,元神就已经化为了虚无 并且王林的生死异境也只能压过红蝶一头 因为红蝶分身所言没错 轮回天道,本就是最为无情的 王林看出红蝶通过刚才的异境之战有所感悟 实在是天资惊人 他知道今日必须要击杀此女,否则将来自己永无宁日 接下来王林祭出劲番,向着红蝶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势 不过红蝶已经没有了再战之心 虽说分身被灭,阴变将会困难无比 可刚才的感悟却让他有信心,无需去寻求任何结局 只要闭关数十年,就能凭借自己的能力达到阴变 届时再找王林报仇血恨 而后红蝶召唤出五行分身阻挡王林的攻势 准备撤离战场 他看向王林录斥道,已若继续进攻,那么大家便同归于尽 只见周围的武林爆发出毁灭气息 让王林不由自主的脸色大变 也就在这时,朱雀山的长老降临下来 并宣布此战以王林胜利而结束 只不过伴随着这场大战的结束 朱雀山上的一场阴谋正在秘密展开 除了这场阴谋正在秘密展开